我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我给大家读一下吧 这不是我写的 说呀这个女性啊 从出生 家庭啊就一直在给女孩 传递的信息就是你要听话 这样你才有人喜欢 有人喜欢你才有价值 听话这个词就是专门为 培养女性的利 意思就是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你得听从别人的指令控制 以他人的利益感受为第一考量 听话 听谁的话呢 在家庭中当然是父母了 所以啊这里的利他中的他呀 指的是父母 听的是父母的话 利他和孝顺的内涵呢 是有差别的 利他呢比孝顺的范围更广 如果用吃人做比喻的话 孝顺呢是要求啊 女儿听从父母的控制 让父母能够吃女儿 那么利他的就是邀请啊 除了女儿之外的所有人来吃他 所以这个 POA对女性的POA厉害不厉害 很多生了女儿的父母自动的都在POA 女儿 你得利他 你得听话 听话中就包含了孝顺 就包含了接受他们一切不公平的安排 一切不公平的支配 一切不公平的分配 资源分配 就包括听从他们的重男轻女 就包括啊 为他们无偿的 无条件的奉献自己的一切价值 家务奴的价值 保姆的价值 停换机的价值 等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